大家好,我是Way的,歡迎來到Token分析室的第九集 這邊預告一下,如果未來出到第十集的話 我會在那部影片加碼抽出100U 那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是Dogeverse 狗狗宇宙 沒有錯啦,又是狗狗系列 像我們上一部影片不是有講過Dogecoin20嗎? 就是這一個,你不覺得他們的頁面長得非常像嗎? 然後這個付款的方式也是幾乎一模一樣 那其實他們都是利用一些第三方工具 所以他們可能不是同一個項目方 因為你只要會使用智能合約去發幣 然後再把這個Web3 Payments把它接起來 那你的介面應該差不多就會長成像他們這樣子 就是一些畫風啊,然後一些Role Map 然後經濟模型 接著你就可以在上面做一些Web3 Payments 所以你看他這邊有一個圖片,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不過雖然你有這個技術,但真正的還是一個行銷啦 如果你的行銷可以讓別人過多的FOMO 你就可以讓這個項目成功 所以米硬幣基本上都是透過行銷去發展出來了 不然其實他的技術門檻沒有到很高 那再來我們就回顧一下Dogecoin20 因為Dogecoin20原本是在4月20才要發幣 但是因為他太熱門了,現在已經全部售完了 所以他們是提早兩天,也就是4月18號的下午6點就會開始上架 讓你可以claim你的代幣 所以如果有購買的話到時候要記得來這邊claim 就是你要去以太鏈啊,然後去連接你的錢包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Web3錢包的也是可以 因為我發現有些人可能是用什麼币按Web3啊 那其實因為他也是Web3的功能 所以裡面的币就是要自己去做添加 到時候你就可以把他的合約地址聽到你的錢包裡面 到時候就可以去Web3的錢包裡面找一下UNISWAP 就可以去做币的買賣 那既然我們都來到這個頁面了,我們就稍微看一下他的流量 他現在流量已經飆到全球91175,所以其實有點誇張 上次我們看才幾千萬,所以基本上都是我們的老美啊 我們的老美美國人都在玩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韓國的佔了10% 這個是什麼國家 我英文有點爛 反正就是目前這幾個國家都是在瀏覽這個網站 不過老實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種明英圖狗幣可以讓大家一起衝進來 然後每次募資金額都蠻高的 像這個的話是募資超過多少?一千萬美金了 那待會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Dogeverse目前募資的金額到底在哪裡 那這部影片我會抽出20UYT、20UAKS、30URAIDK到 馬上進入今天的主題吧,幫我們按讚訂閱,Let's go! 首先我們來到官網,想要跟著賭暴擊的 歡迎使用資訊欄的連結 介紹的這麼多種明英幣呢,基本上玩法也差不多啊 這次Dogeverse採用的是之前在第四集看過的階梯式賣法 看是金額先到還是時間先到,接著他就會跳到下一個階段 去改變他的預售價格 然後他也沿用了Dogecoin20的這個直壓功能 而且我發現這篇新聞反了些的比他官網還好 因為他要把每一個階段的資訊都把它列出來 目前的話我們看一下他的價格是0.00296 那我們來對應這邊0.00296 所以目前的話是在第七個階段 你只要每一個階段有達到他的什麼美金總額 或者是階段結束的日期,他就會跳到下一個階段 那這個跳到下一個階段其實是項目方自己去跳的 等一下我們去分析智能合約也可以看 不過如果依照我們現在的概念 他已經邁向第七階段 所以算是蠻尾聲的 不過我們這個頻道呢 Token分析師是教你怎麼去看智能合約 不是叫你去買幣的 你們買幣的話就是看自己說要不要去賭看看 說他會不會暴擊 會不會是什麼兩倍幣三倍幣 接著我們回來看一下他的介紹 他說Dodgeverse是多鏈的 那老實說他如果把Solana拔掉 我是覺得還行 因為他提到Solana我覺得滿頭問號 畢竟這個以太鏈、BNB鏈、Polygon、Avalanche 跟BestL2他們底層都還是EVM 而Solana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所以他把他放在這邊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那現在這個網站的話 我剛剛那個軟體是查詢不到的 所以想要入場的話可能會稍微考慮一下 玩的人可能沒有DodgeCoin20還多 不過我還是一樣會買50U來試讀一下 然後代幣經濟學的話我們等下買完50U 我們就直接從智能合約去看說 他代幣的分配是不是正確的 接著我們一樣來買一下50U的這個Dodgeverse Coin 所以首先我們一樣就按立即購買 這時候就按Metamask連結錢包 然後我選一下他一樣會先跳到以太鏈 那接著我們就自己把鏈給他轉回來 那我要在BSC上面購買 那他現在說是多鏈嘛 所以他一開始就已經先支援了以太鏈啊 BNB、Polygon跟Avalanche的購買 不過一樣啦 如果你在別的地方買的話到時候也是去以太鏈去做一個Claim 因為他的幣真正是屬於以太鏈上面的 那我這邊就是用BNB購買 所以我們就一樣讓他幫我們換鏈 換完鏈之後呢選擇USDT 現在我這邊手上有50顆 所以50顆可以買到168918顆的Dodgeverse 那接著的話我們就按立即購買 然後一樣授權 我這邊就授權50 因為我只要讓他花我50塊就好了 這邊的話智能合約我們就先點起來放 因為等一下要來看一下這個購買的合約 然後他也在Pending 接著按確認Buy with USDT 然後確定是這個Contract 再來的話我們就等交易 他說我購買成功了就是買168918顆的Dodgeverse 那接著的話我們到時候就等到已經開始可以Claim的時候 我也在跟大家說 像目前這個DodgeCoin20我剛剛有說就是4月18號的下午6點 那這個的話目前還沒有公佈 總之我就是先買起來放 再來的話我們要先看一下Dodgeverse的B合約有沒有其他問題 先你按這邊有一個審計 裡面有一個智能合約地址啊 這邊我要把它存起來 因為我剛剛在這個網站上面完全沒有看到他的B合約地址 所以來這邊才能看到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就是Dodgeverse的B沒錯 然後按Contract 這邊一開始就直接把這邊都寫死了 就是他這邊的代幣都有對應到 這邊就是300億200億500億 總之他就是有按照他的順序去寫出來 所以這樣就比較不會亂 然後他在一開始創建智能合約的時候就全部都MINT給他指定的地址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看一下這個地址有沒有確實有這些幣 然後下面的話完全就是基本的ERC20 不是一個皮修 也沒有什麼黑單白單的問題 第一個地址 就是玉獸 玉獸我們來看一下目前玉獸是跑到哪裡 目前這個地址是沒有代幣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轉到哪裡 選擇ERC20 然後他把這個300億顆 給他轉給這個0XF4F2 點過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他又沒有B了 所以又代表又被轉走了 然後他最終的話 是給他直壓到這個AB19 所以我這邊的話 我要來這邊看是不是真的有300億顆 然後來確認 目前這邊確實是300億顆 那為什麼這邊會變少呢 因為剛剛有說嘛 如果你今天購買的話 你可以去選擇做直壓 那直壓的話 他就會直接幫你把這個你購買的餘額 丟到那個直壓合約裡面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來看一下 直壓合約在哪 你可以看到呢 原本這個是AB19的這個地址 他把你買的271038的Dogeverse 轉到這個0X79 所以我們可以很肯定的 等一下點過去 這個一定是直壓合約 你看目前他裡面有283億顆 我們一樣就回到這個B合約 然後看一下這個直壓合約的地址 因為他現在是Mint給這一個嘛 然後我們就繼續查詢 他這一個也是沒有代幣的 那他又轉給誰呢 一樣看ERC20的轉賬 然後他轉給這個0X7935 那0X7935呢 就是我剛剛的那個地址啊 你看這兩個地址是不是一樣 沒錯 所以他其實 他就是直接把他Mint給這個直壓合約了 那你按這個Prossey 他才會跳到那個真實的實際寫的合約 所以你看這個智能合約 就叫StakingManager 就是直壓的意思 那再來的話我們看一下這個 ProjectFound的Reverse 好我們直接拿這個來去查詢 那接下來的話就比較簡單嘛 就是直接傳錢給他 然後他確實也都是在這個錢包裡面 再來就是流動性 流動性來對應一下 就是兩百一五百 兩百五百兩百一百 所以這邊就是兩百 五百 對 然後剩下兩個地址 直接查一查 這是兩百的 這是一百的 OK現在缺了沒問題 所以主要目前的代幣就是在 在這兩個中間去做一個跑 因為像你預售的話就一開始放在這裡面嘛 就是讓大家去買 然後買完有些人想要去做直壓 就會跑到這個直壓合約裡面 所以目前他的代幣經濟模型的那個流動性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再來的話我們就要來看項目方到底賺了多少錢吧 一樣就是回到這個購買的合約嘛 你看這個購買合約一定會有錢流向項目方的一個紀錄 所以我們點進來交易來看 可以看到這邊 我之前有教過你們嘛 流向最多的一定就是項目方錢包啊 所以這邊0.0249肯定就是 所以我們點過來之後就可以發現 欸他目前的總收益就是有那麼多 哇 350萬美金啊 再加這些U 那我剛剛有說他們不只以太鏈嘛 他們還有什麼必安智能鏈啊 Polygon 所以我們全部都看一遍 所以BSC Scan 然後Polygon 然後Avalanche Avalanche是叫Snow Trace 好 然後接著我們就把這一個給他複製起來 然後去查詢說 欸每一條鏈的資金呢到底是多少 OK 這個就是必安智能鏈的 他總共是35萬 然後剩下的都是U Polygon的 這個加一加其實都蠻多的耶 這個也有10萬美金耶 這個加一加也大概有1萬8 所以其實1萬8 再加10萬 再加40萬左右 然後這邊又有400多萬 所以這些加起來就是項目方募資到的 那我們了解了這個預售合約 又了解了這個項目方目前收到的錢 那你一定更好奇說 欸他的那個階梯式的到底是怎麼去做到的呢 那既然我們現在是在BSC 我們就直接看BSC的 BSC我們往下滑 啊我們直接看Read the Country好了 Read the Country裡面會有一個目前的階段嘛 因為他這樣才可以知道說 我現在應該要拿哪個價格去賣你 現在這邊有一個Current Stabil 欸為什麼是0呢 啊上一集有教過各位啦 Parsy合約不是這樣看的 Parsy合約的話是要去看他的代理合約 而不是這個邏輯合約 我們實際的話是要查這個代理合約 因為數據都是在代理合約裡面 邏輯合約不存在任何的數據 然後按Contract 然後Read the Parsy 然後接著下面的話就有Current Step 現在的話就是第六階段 但是因為我們工程師呢 1就是0 所以0123456實際上就是7 所以這邊對應來說就是7 目前就是0.000296 所以我們的目前價格就是0.000296 每一個階段是多少呢 你找一下這個Rounds 那假如我們現在是第六階段嘛 然後接著0 60的話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21000就是現在這個階段的 累積代幣數量 所以我剛剛少講了 其實累積代幣數量呢 跟你總共籌到的美元 或者是階段日期都會影響到他每一個階段 所以我們接著看一下 這邊如果輸入1的話 就是目前的價格嘛 0.000296 再來2的話就是時間戳 時間戳我們就要來這邊看了 時間戳 然後來這邊轉換 可以看到他這邊設定4月18號的3點37分 來對應一下 所以其實這邊時間都跑掉了 可能是相鋒方覺得 欸根本不用拖那麼久 我很快就可以目知道我需要了 所以正常來說 我們查到的應該是2024年的5月6號 但是我們查到的卻是4月18號 所以其實時間戳是整個完全都不一樣了 那再來的話你會想說 他到底怎麼去調整他下一個階段 那下一個階段的話 一定是寫在這個合約裡面嘛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這邊的話 因為邏輯合約是發生function的 所以我們就來這邊看就好了 這邊一定會有一個是什麼 把那個階段移到下一個嘛 所以我們稍微找一下 這個增加current step 沒錯 所以一定有人去呼叫這個增加嘛 所以我們可以來這邊找一下 到底是誰可以呼叫呢 所以我們看一下 INCR1 這個 然後誰能呼叫呢 Admin跟owner可以呼叫 所以我們可以去查一下 Admin跟owner是誰 那這邊的話就可以按 找一下 找一下owner跟Admin Admin的話在這裡 所以是819f跟03d吧 所以這個肯定是項目方的地址嘛 那我們就看到底是誰來增加 答案就是這個819f去增加 你看我們剛剛從0開始嘛 0123456 那再來的話我們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欸每一條鏈是不是都一樣呢 找一下 然後Polygon 一樣 Avalanche是叫Snow Trace 這個要記好 然後這是項目方的地址嘛 我們就來查一下說 欸是不是他都呼叫這個方法 然後去改變 這邊就是呼叫6次嘛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呼叫了6次 再來他也是呼叫6次 所以我覺得他一定是用腳本去寫 然後讓每一條鏈都是一起增加的 然後來看最後一次 你會最後發現 欸為什麼他還加5次呢 是不是有bug 那其實沒有我剛剛有發現 他其實第一次的增加是用另外一個地址 因為我剛剛有說嘛 owner跟Admin都可以添加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查一下 這個是他的owner 然後這是Admin Admin加了5次嘛 所以肯定owner有加一次 來我們找一下 找到了 所以他總共也是加6次啊 所以他其實沒有bug 那我認為這一波賺頭可能會比較小啊 但其實還是看個人啊 畢竟這個項目呢 他還是募資到了500萬 如果要去對比其他項目 他的資金量也是蠻龐大的 只是如果你拿一個500萬跟1000萬比 那他當然是比不過這個1000萬嘛 所以真的其實投資都還是看自己啊 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大家下次見 掰掰